股民是不是准备好了 开放股票当天现买先卖 现股当冲即将在明天就要上路了 那么今天虽然是周日 但是中间信物独家直集 证交所的员工还有全台86家的券商 全都消价上班 一大早就开始做大盘模拟的测试 要确认这些数字 传输进证交所的主机电脑系统 完全没问题 一边六号现股当冲即将上路 我们直集了证交所的核心心脏 虽然今天是周末 也依旧要起了大早来到现场做测试 模拟大盘数字来回跳个不停 十几位电脑操作人员紧盯一幕 就怕这六号就要上路的现股当冲 交易测试出状况 电话响个没完 券商不断打进交易所 要确认数据传输没问题 工作人员紧盯报表 确认传输数据的每个小细节 86家券商和交易所 50多名员工终日全都消假上班 就盼望六号现股当冲上路首日一切顺利 能在这个先买后卖成交的这个时间的顺序上的减合 可能有错 有错误 所以就数额可能就不符合 为了1月6号尽管会射出了第三支键 现股当冲上路 一个月前 正交所和券商就重新设计电脑系统 而上路的最后一次测试重点 更是在同一支股票 当天买进卖出 时间数字传输进来 都要正确 要避免一个错误 就会引发大盘 系统大乱 估计将刺激成长10%的交易量 也让现股当冲上路的前一天 正交所核心单位 全体动员 就怕有任何闪失 记者临线文彦均台北采访不到